后在飞机上轻轻抓头发 竟然掉了一大把 靠近看头皮 有一块明显掉发 而且头皮又红又肿 高雄这位民众 在7月8号烫燃头发 想要每每出国玩 但隔天在飞机上 就掉发头皮肿胀刺痛 撑到13号反来就医 16号前往美髮店 想知道烫燃的过程 哪里有问题 当下有可能是因为设计师 在药水的操作上 可能有点不断 说要去就是做 可能退废的工作 他说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他要的是做化验这一块 业者承认药水使用不当导致 头皮受伤的民众则破文提醒 说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 祈求落法能停止 不要变成大合同 并求助消极会处理 好像双氧水啦 剪进来 还有一些染法的成分等等 那这些如果接触到头皮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头皮的刺激 染痪的过程中 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痛 刺激 不舒服的感觉 那你就要当下跟你这些 美法师反应 医师也特别提醒 出国前有些医疗或医美 也最好不要做 像是除制 雷射等破坏性的医美行为 或者是拔牙 直牙等治疗 万一在国外有不良反应 除制不方便 譬如说你除制 那除制因为我们 一般会有个伤口在脸上 会有一些组织生意的产生 那你可能忘记带药膏 那这些过程可能会造成 伤口的感染 为了出国拍下美照 出国前做造型 不过烫然头发或者像是穿新鞋子 都需要时间适应 避免身体出现不舒服的反应 打乱出有性质 静新闻中文林谢嘉玲杨士吴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